這本書我想還沒有拿到鏡頭前 只一看到就覺得哇這簡直太鮮豔了對不對 我這看的是眼花撩亂 剛好配合我們的新手機拍的顏色就比較新鮮 哇這個 犒賞自己也是應該的 我這那麼多錢存在銀行幹嘛呢 人在天堂 這個書名也眼花撩亂差一點念不出來背不起來 叫圖解台灣廟語細文圖鑑聽郭老師廟口說演藝 是不是很漂亮的一個書的封面 跟台灣廟語有關聯的書籍對不對 我不知道我們聽眾朋友會不會就是很仔細去看廟語的這個 一牆一瓦一磚 因為有的時候上面就會寫某某信徒捐贈 應該查不到我的名字 知意的名字應該也沒有 因為知意的錢都拿去買手機了 我們在這個書裡面特別講的就是 在廟語的比方說這個屋簷上面啦 或者說柱子上面啦 牆壁上面啦 門上面啦 窗戶上面啦 其實你仔細看 哇學問很多 教化的這樣的故事還是特別多的 對啊 那你想到就是很多教化的故事的取材是哪裡來的嗎 上市在行天宮就有那個二十四校 首先呢就是封神堡 第二個三國演義 另外呢還有西遊記 西遊記也很多 還有隨唐演義 隨唐演義 大家應該都會去過廟宇吧 或者說哪一間教堂也可以啦 如果是別的宗教也可以 我講那個科隆教堂好了 對啊叫教堂 科隆大教堂 在德國嘛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就我拍回來照片 我覺得有靈異現象 真的啊 對 當然因為那個時候是底片嘛 你到底要不要去收金 和孩子玩文字遊戲 前面忘了講一個自由自在的語文課 很認真的呢 我們上次說寫最多的嘛對不對 寫最多的就是Celine 78 你會覺得 哇這個幾十個字耶 你看 他寫到67個字 我特別幫他算了一下 好棒喔 那因為其他的聽眾朋友 我覺得來參加的話 我們還是有機會 能夠讓他們來得個獎品好了 那自己提供了這個 陶笛的風雅宋的演奏專輯 好啦得獎的是這個 晴天CCR 也蠻好的 他寫了43個 謝謝 拜拜